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日谈公园 我是小伙子 今天我们两位嘉宾 都是大家非常喜爱的 老老爷 我以为你要说老干部 老干部 大家好 我是FIFA Life的姥姥 大家好 我是姥爷 今天跟姥姥姥爷同居一堂 我觉得特别开心 你看还没过年呢 就跟长辈又见面了 感觉四十同堂 非常好 每次跟姥姥姥爷一起录音 我都非常的轻松 开心 都能给我带来很多欢笑 大家也很喜欢听 我们在一起录节目 今天为什么我们才聚在一起录节目 其实是因为我们 我们跟喜马拉雅搞了一个合作 在这个合作里面 我们要录一期关于精神食粮 这个主题的节目 我自己得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其实有点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精神食粮其实一直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经常被提及 我说一个老说 老说我们不仅有真正的吃的 还有一些精神食粮 我就想到 比如我上中学的时候 上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除了学习以外 有时候说听听歌了 看看电视剧 我觉得这可能是 那个时候作为一个中学生 来讲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当然还有看书了 看一些课外的书籍 当然还有看书了 赶紧找不议一下 是吧 要不是说不看书跟你们俩出来 不不不不 是我 是我 我不看书 确实不看 不是字 阅读障碍 你瞅瞅 对 但是说心里话 我觉得我如果从现在这个角度 来审视我自己 我或是发现在我的生活里面 所谓的这种精神食粮 好像变得越来越少了 就比如说 我原来可能很喜欢看书 但我觉得我这一两年 我几乎都没怎么完整的看完过成本的书 然后比如说看电影 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也很少有机会能够走进一两点 甚至可能一年只进去过一次 而因为录节目的原因 然后就让我感觉很悲凉 我说我这个人 没有精神食粮了已经 对 然后还在这儿填上脸给大家录播客 成为别人的精神食粮 感觉特别不好意思 这么一说 对我来讲 我都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 我都更填上脸录播客了 真的我觉得好多时候你不去专门想的时候 你感觉这事好像就没在意 是的 对你忽然一在意起来 你就感觉到这事不一样 我其实一直对精神食粮 这四个字的定义都比较模糊 因为你知道你一开始你问我的时候 就问我有什么精神食粮 在我心目中精神食粮是一个这东西 你得能就读书叫精神食粮 对啊 在我心目中我觉得看剧就不是精神食粮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读书能让你成长 因为它是食粮嘛 对吧 它都让你精神成长 然后我觉得那种 之前我也不要是我的误解也好 就是我总觉得让你完全放松了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不叫精神食粮 比如说我看综艺 我觉得这个 甚至我之前我没有粉丝 给我们发过私信 说老老爷 我其实一直特别的内疚 因为我花很多的时间 课余时间 工作之余时间 我没有在读一些对我专业有帮助的书 或者说是去进行一些学习 而我特别喜欢看网剧 或者喜欢看网络小说 我觉得我这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所以你刚才 还有说什么 并且我听音乐的品味 我自己觉得非常内疚 因为我只爱听 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多好 说我不爱听古典乐 然后从此我就觉得我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 对 就是你知道吗 我就老觉得像我 我看综艺 是不是就显得我精神很空虚 就是综艺能不能被定义为精神食粮 这种我其实现在还挺模糊的呢 反正你要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 因为至少 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教育都是说 你干点事都得有点用 对 没有目的 得有点用 但是现在我站在这个角度 再回看 我觉得只要它能给你精神量带来愉悦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应该算 就是精神食粮 你从字面上理解 食粮就是人吃的 对吧 精神食粮就是脑子吃的 是啊 那脑子它吃什么 它是吃娱乐性的呢 还是吃有用的 这我觉得大家脑子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可能是不太一样 我今天被你给教育了 我一直以为我的精神食粮是 读书 跑步 骑车 我现在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 经过你的层层的 这个什么像八洋葱一样 来直窥视我的内心 我现在发现我的精神食粮 刚才什么来着 淘宝 逛淘宝 看电视剧 非常好 因为我会发现 现在我身边的人 很多人就是拿着手机 你看一下 你这个手机APP使用时间 我觉得像什么广东宝 微信肯定第一 因为都会用特别长的时间来干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对大家 你生活里面有这么一个元素 然后给你带来精神上的放松和愉悦 我觉得这事就OK 完全没问题 是的 对吧 同意 这样子我就在 我可以毫无畏惧的说 我不看书 但是我看视频 看视频当然好了 因为你知道就包括 我觉得很多人在批判 说现在年轻人 花好多时间在刷抖音什么 都不好好的 就是去干一些正经事 其实你从另一方面来讲 刷抖音能让他变得很开心 就是他工作很辛苦 一天下来 其实他需要的就是这个放松 我觉得这个事 其实老生常谈了 因为你看 就是每一代人 在年轻的时候 都会被上一代人批评 说一代不如一代了 这房人再也没有希望了 是吧 你看像我们小的时候 比如我这80年出生 那时候我们就老看动画片 人家就说 我这帮小孩从前看动画片 或者我们玩电子游戏 玩游戏 完了 这帮孩子完了 废了 是吧 到现在我们也是 把堂上皇之的走进了社会 成为社会的这个顶梁柱 不敢说 不要 我以为你要说动梁之才 那我差点把话筒给打 有点不敢说 那至少我们也都在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贡献自己的力量 是吧 你包括我们小时候老说 什么90后 这孩子还不如我们80后呢 你看他们就更完蛋了 但是我现在 我身边90后 一个个比我们都保 所以说 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 老一辈人往回看 总会觉得他们不如自己 但时代一直在发展 那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那比我们的古代 那肯定要强太多了 对吧 各方面 经济 生活 文化 娱乐 所有方面都比之前要强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我不用去太在意 那些那些说法 所以因为今天这个话题 我们前两天 在日常公园的微信推送上 还专门发了一个推送 就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对于精神质量 是怎么看的 你们和自己所谓的精神质量 之间是有什么样的故事 来分享给我们 然后收到了很多的留言 那今天我们也把这些留言 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好多东西都让我看着 有的是哈哈大笑 有的感觉 那什么像老一说 水平太高了 老一说这什么东西 这是 我也不知道 读不出来 读不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仨 我们几儿仨一起 几儿仨 就把这些内容跟大家分享 我建议 就是我们大家轮番读 是吧 读完之后呢 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 有感触的 来聊一聊 我觉得我先来吧 是吧 那我就老了 老了第二 老爷压阵 老爷别紧张 老爷那个阅读章案 可能很有可能 把大家的留言读错 大家不要解议 我看了最长的那条留言 是不是我读 我就已经放心了 这已经开始算出来了 是吗 行 那我们今天来念大家留言 也会隐去各位的爱地 也是为了保护个人隐私 那就开始吧 我就开始吧 开始吧 那我先来 第一个留言的朋友说 这个上了就三个字 一个探号 骑单车 骑车 他说工作是销售 生活压力也就那样 之前工作在一个 地广人西的18线小城市 城市基础建设 铺设了类似于小篮车 之类的共享单车 但是骑半个小时之内 不要钱 一个小时也才一块钱 所以大爷大妈 老姐姐小朋友日常都骑车 这是不是骑着玩 你看这共享单车 本来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 现在变成了精神食粮 娱乐设施 像小区里的 大爷大妈 老姐姐小朋友 他们都可以把它 做到精神食粮 每个人买一块苗表 一定半个小时之前 一定要先锁 那个叫什么锁上 然后再开一辆新的 然后再骑半个小时 好嘞 他还说呢 说夏天的每个礼拜五 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都会骑车一个小时左右 这一个小时呢 基本就可以绕城市一周了 从火车站路过植物园 路过小夜市 还能买个零嘴 还有呢 临山路啊 骑车而过 都是青松绿草的味道 有大大的下坡 但是呢 不能张嘴 因为蚊子会进到嘴里 是挺饱 是吧 但其实呢 我一直想买辆电动车 说夏天帮我啊 戴上美美的头盔 出来兜风 想想都美 可是东北的夏天太短了 我不配拥有电动车 所以骑车吧 我觉得这个真的感觉很好啊 而且他这个画面感很强 是 然后让我不禁想起来 是吧 前两天我也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位人 今天也在座其中一个 然后骑车去了 骑的就晒的 什么晒出水泡还是 我在腿上 不仅晒出了黑色的丝外 原来是棕的 现在是黑的 然后还晒出了一溜水泡 就我刚从青海湖回来 然后我去青海湖骑车 大概三天吧 绕了一圈 骑了大概三百五六十公里吧 哇 然后我真的 我对他这个特别有感触 就骑车的时候 你完全是放空的 因为在你跑步的时候 你坐不太大 因为跑不太累了 就是他单位时间的 那个消耗比较大 所以你一直在喘 你就不太可能脑子 真正的放空 一般都在骂街什么的 哎呀 然后会想我还我还有多少公里 是吧老爷 我没有啊 我特别期盼 哎呦 哎加油 然后骑车呢 因为他没有跑步那么累 尤其是你骑平路 当然下坡都更爽啊 嗯 但是你下坡的时候 是真的想喊的 就你会特别高兴 就嗷嗷的那种 然后突然间 就是你本来骑平路的时候 你脑子里可能是一个 舒缓的音乐 然后到你下坡的时候 就是那什么 随风奔跑 什么怎么唱 哎对对对 真的就是有一种特别激昂慷慨的那个音乐 唱起来了 然后我要给这位这个东北的朋友点评一下 嗯 我请你去那个某宝上搜索一个叫移动城堡的东西 什么东西这是 我给你讲一下 这是一个神器 就是它在冬天的时候 这个东西可以直接照在你那电动车上面 然后捂得严严实实 然后你就它有一个那个拉锁 拉开之后你就整个人进去再把拉锁拉上 像睡袋一样 那不是那大面袄 是不是那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 它是外面是防风层 里面是大面袄 然后呢 还有带那种就塑料的那种东西 你还能看在外面 对 然后侧面还有小窗户 我就真给照起来了 对 真给照起来 不是那种简易版 因为我看简易版都是把两个手插进去 不是 然后腿那也能挡一下 脸啊 后脑脖子 全都给护得严严实实的 最好的是这个能做俩人 就是如果你带孩子 或者说你带小两口 都能坐在这一栋城堡里边 所以在东北冬天骑车不是罢朋友们 感觉是带货来了 所以电动车你值得拥有 moving castle你是要卖的 感觉我买上直播要卖 来上链接我们啊 上链接上链接 我其实想点评一个 就是他说骑车 其实你发现没有 他的目 就是他放空的这个事儿不是骑车 就不是说运动 因为有的人他是说 我做运动这件事让我放空 这个我们俩都有感受 而且我们俩之前说 就是很多时候你劳劳了一天 不管是跑步也好 去健身房撸铁也好 你是通过一种 就是身体上的发泄去放空 我觉得他的 你能看他的描述啊 他不是骑车这件事 而是在城市中游走 其实就是漫无目的 我觉得对他来讲散步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他说电动车也行 其实他就是 你看他描述的就是 他看到了周围的风景 从火车站到植物园 然后包括他什么路过夜市 然后各个路 然后包括他记住的味道 是整个这一些体验 是他放松的 就我就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家因为离学校挺远的 然后呢 姥姥知道 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 就是我们家到学校 可能要二十几站吧 然后我有一段时间 每天我放学要走回家 就甚至有时候要走两个小时 那么长时间 你知道他学习为什么不好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先写作业 就是我为什么要走 就是你觉得那个学习 在学校里就很累 然后我觉得 我就记得特别 那时候还MP3 就长特小 你知道 从那电脑里面倒戈 然后我就从学校西城去 走到我们家海淀区 然后就是一路的脑子 就是听歌放松 然后我现在你问我 我还能记得经过 每一个路口边上那小店 这个小店是卖包子的 那个小店是卖什么的 其实不管是骑车也好 坐公共车也好 走回家也好 其实你是 这一段经历 让你特别舒服 真是 因为我觉得现在 因为比如说提到骑车 很多人大家都会觉得 这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 然后大家可能不想象 跑步那么累 就像老老所说的 然后但骑车也能达到 锻炼的目的 然后就选择了这个方式 但其实我们回退一下 比如像我小的时候 骑车就是一个玩 就是院子里好多小孩 一人一辆车 大家就风支电车 那儿骑来骑去 其实就为了开心 没有什么目的 是吧 然后等我 我记得等我上了中学 上了高中的时候 其实我依然很喜欢骑车 我每个周末 我都会骑车出去玩 然后我就会 我带着那个CD随人厅 你看这个 MD 不是CD CD随人厅 就是那个Discman 对 Discman 扁扁的 我那时候有一个那个客 客名 非常帅 然后我把我那包背着 然后把那个CD和那随人厅 放在我那车康里 我从我们家压力村 就一路骑到北海 我基本上每周 我都会去一趟北海 然后这一路上 就看这些路边的这些光影 树啊 人啊 就觉得很舒服 甚至于我一直到了参加工作 那时候都 那什么时候了 都已经05年06年 最开始我去上班的时候 我公司在西单 我那时候还住在压力村 然后因为路上特别堵 我也会骑车车去 大概要骑个40分钟 50分钟的样子 然后我就会选择一条 我最喜欢的路线 然后我就从压力村 一直往三环骑 然后骑到那个 运火宫 然后从运火宫 再骑到城里 然后骑到景山 然后从景山 又骑到北海 然后从北海 你这路设计的可不错 然后从北海 然后又骑到那什么 灵径胡同那边 整个那幅游街 然后一个玩 到西单了 然后一路上都看到 这些特别漂亮的建筑 什么的 就觉得很开心 这感觉是 我爱北京一日游 那个感觉 然后每天 那个下班的时候 走船机 还能经常赶到什么 降旗什么的 然后就把你拦在那 然后降旗 让大家站在那 看降旗 然后看完降旗 又回家 因为我们不是 基本上每周末 都出去骑公路车 然后要不就去北边 什么山 十三陵那边 要不就去西边 然后或者去什么 陵山什么的 我有一种感觉 有的时候 你享受的 不是说你具体去哪 因为你经常去这条路线 你甚至每周 就骑着一个路线 你享受的是 在路上的感觉 就有的人 他就喜欢在路上 然后喜欢骑车的 这拨人 我觉得像他 他也可能享受 那种什么自驾游 然后就一直在路上 然后就觉得 这个就是他的 叫什么精神寄托 你知道吗 其实也不单单 比如说咱们像在北京 可能都是城市风光 对吧 比如你到了其他城 可能就有很多 不一样的风景 每个地方 都有自己的风景 比如你之前说 去杭州骑 就哇那感觉 对吧 然后去厦门骑 那都什么感觉 我就像他那也特别好 有树有山什么的 特别美 对 而且你知道 如果你是开车的话 你是闻不到 他说的那些味道 对 所以就是你 只有当你是走路 跑步或者骑车的时候 你才能把自己 真正的置身于 那个环境中 就是很多 包括你刚才说 路边 比如小店 那种熙熙攘攘的 那些喧闹的声音 是在车里面 感受不到的 而你可以随时停 对 你停下来 就可以买一包子吃 真的特别好 我觉得特别好 哎呀 我觉得这 关于这骑车 咱们就聊了这半天 毕竟也是这个 大家都对这个 非常有感触 我认为这个就很 完全算是 就是所谓的精神食量了 对 精神量得到极大的满足 是吧 然后这个 下一个留言 它不光是精神食量 它还把食量也给烧上了 是吗 然后给大家念一念 这个不同时期 有不同的精神食量 哎 这我特别同意 然后他说 比如曾经迷恋画油画 我也曾经画油画 就画过一个仪式独作 就画过那一个 就是一苹果 画完了之后 再没开过笔 估品 你说我这苹果 得值多少钱 他画那苹果的时候 还在音频里面说呢 说我要开始 好好学习画画了 买了一大堆水彩 就那一波 水彩都干了 到底油画还是水彩啊 什么来着 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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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对不起 也一直 你别老当着揭发 我那水彩油画 不都是颜色吗 不都是颜料吗 在纸布上 就是一个好干 一个不好干吗 这情商敌 这没法聊 你先说 我都差点 我不录了 哎呦别呀 来 也一直喜欢健身 看着自己的肌肉线条 一点点雕琢出自己 在自己快要50岁的身体上 哎呀 我这是我偶像 偶像 然后更不用说 看书和写日记了 然后在这所有的选择当中 我发现随时都能让我产生 幸福感的行动 就是做饭 哎 这个我觉得很多人有功名吧 嗯 说这个开始实践西餐 早餐屋里 飘起煮咖啡和烤吐司的香气 开启了美好的一天 最近几年健身之后 就开始做这个健身餐 有很多姥姥姥爷的同款 哎 看来是我们的这个五人 嗯 然后从早上开始 然后他有女儿 什么先煮上鸡蛋 准备牛奶 少许水果 然后什么晚上 还做备餐 然后这些都是我的小确幸 说他35岁之前 怎么也想象不到 我会在中年之后 开始入厨房 并成为了一名 如此入室的 煮饭爱好者 入室啊 嗯 而我是如此珍惜和踏实的幸福 这此时的幸福 真好 哎呦 哎 你是不是也做饭的时候 咱们仨都是会在做饭中 嗯 放松和体会到幸福的人 我刚刚反正看他这这篇写的这个留言里边 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触 就是他说 早晨屋里飘起煮咖啡和烤吐司的香气的时候 因为就特别有感受 因为我早上起来也经常会 那个喝咖啡和做吐司什么的 然后我是用一个那个 我有时候会用一个小的烤箱 或者用一个吐司炉 然后你就去烤 然后不管用哪个 你都能闻到那个味道 一会就出来了 嗯 对 对 然后你在冲咖啡的时候 你出完之后 比如你转身到屋里去拿个东西 然后你再一出来 当你再一出来 你闻到哇那个地方 那个咖啡那味呜呜的就飘出来了 感觉就特别幸福 就每天能在这样的一个气味当中 开启自己的早晨 我觉得这事就非常治愈了 你有没有那种 就比如特别心烦 或者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就说哎 我好好的做顿饭 就觉得我最近太辛苦了 我犒劳一下我自己 哦 有这种心情我还真的不太有 我不太有 就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特别辛苦的时候吧 我就歪就吃 我吃的好的 今天我下馆子 对对 因为是这样 就比如说我要是想认真的做一天的饭的时候 那可能是今天这一天 我可能都没有那么多 你做的都是那种什么大虾呀 什么 我自己之前说过 大虾什么鱼啊 什么这种 我没吃晚饭这件事你知道吗 对不起 你那香炉铁蛋吃烦我又饿了 又饿了 又再给你拿两袋 咱们今天不能报菜名这个节目 好嘞好嘞 那些我不是像他说的 你们两个会做的那种 同款的餐都会做什么样的餐呢 老爷最近吃什么了 又是猪食 对我做的饭都是那种猪食 就是我喜欢做一大盆 然后呢 而且我也不是特别注重摆盘什么的 但是做饭这件事 本身对于我来说特别治愈 而且我跟你相反 就是如果这一段时间 我特别忙 然后我老吃外食 我就会觉得在家里做一顿饭 就是包括洗菜切菜 然后包括就是烹饪的整个过程 然后屋里有那种饭香弥漫出来 这件事本身对我是特别治愈的 比如说他能够在你非常忙碌的生活当中 给到你这种治愈是吗 就是让你 对因为你知道你在忙碌的时候 你其实就让你说你容易开始点外卖 然后呢 你容易开始说 那我就不健身了 你容易就开始陷入一种 用忙碌作为借口 而不去那么健康生活的一个开始 一定是 对所以我在这个时候 我会强迫自己 比如说走进健身房 或者更多的时候 我就是给自己做一顿饭 就是提醒自己 即使在很忙碌的时候 你还是要照顾好自己 这样 那咱俩这个方式真的特别不一样 我的方式是说 比如我最近几天特别忙 然后呢 我就会把我这些事 全都往某些天去赶 然后比如说我123 1234有好多好多事 然后我就会把我所有的事情 都排在1123 然后塞的特别特别满 跟我一样 然后我就为了享受那星期四 那一天的闲事 我会把之前的工作做得特别多 然后周四我一早起来 今天我要好好的过一天 然后就开始从早上开始 然后弄咖啡 弄面包 然后中午吃鱼 不好意思啊 反正 反正吃虾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就是我会这样去安排 我会觉得 就是我需要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 然后这么一整天的这种感觉 对对 我也需要 你不是这样吗 就如果你比如说这些事 你是希望把它铺开 还是希望把它安排的某几天 让你那两天不用出门 不用化妆 不用洗头 我其实是会像你们这样去做的 但是呢 我就发现像我这种人们 你看你们俩 就是如果把事都藏在一起 你们也不会崩溃 就是你们会觉得 OK我就把这 你们是能把一二三 很忙忙完以后 周四就像你说的 我就好好的过好这一天 但你知道我会出现什么状况吗 就如果我这么硬塞 一二三忙完以后 我周四往往是更堕落的 因为我周四可能 我就会睡一天 然后我也不起床 然后我就觉得我太累了 我需要好好的休息 就是我从身体上 我其实有点承受不了了 明白明白 对就我觉得很多 其实我之前听到 我们的舞人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 我就会稍微匀着一点来了 我宁愿说 我不要周四流出一整天 因为我发现 往往我就说 给周四流一整天 我说我要好好休息 干什么事 什么最后你end up 就是在家里睡一天 就累颓了 对你就累颓了 累颓了 对所以现在我就是 就稍微匀衬一点 稍微匀衬一点 对 匀衣着一点 还真是 各个的招 我觉得 不过从他这里面 的确是感受到了 这种快乐 而且我觉得他说的 有一点让我觉得 很有意思 就关于说 年龄的一个变迁 对 他说他35岁之前 享受不到这样的快乐 对 但年龄过了之后 然后享受到这个快乐了 我觉得怎么讲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是因为 你会在某一个年龄段 突然之间就变了 还是因为你的生活的内容 还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给到你一些变化 但可能就单纯的是 因为老了 年轻的时候 你的精神食量 你现在已经消费不起了 比如蹦迪 蹦不动 刷业 对 我觉得这个 说不好 但是我会觉得 的确是有很多人 他的确会觉得自己 从某一个开始变化 对 然后生活变得不一样了 我会觉得 其实给自己一些余地 然后比如说 原来我特别排斥东西 没准到哪天 你就非常喜欢了 我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原来 我小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 那什么宜家的那些家具 什么的 然后我现在 我看着就没有什么感觉 那是因为你有钱了 不是 不是 你现在是不是看大 有什么克拉斯 没有 我也会买了 但是完全是 从功能性的角度来 就是你已经不喜欢家具了 不是 我并不觉得它特别漂亮了 我原来会觉得特别好看 然后现在我就不觉得特别好看 还有就是 我跟你说 这真的就是老了 就年轻的时候 喜欢北欧的简洁风 现在开始写红木加 红木加 就别到了 根本买不鞋 然后比如说 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 那些什么国际品牌 什么运动品牌的 那些服装什么的 然后那时候就老想着 买这双鞋 或者买这背心 买这短裤什么 就特喜欢 然后现在就感觉 哎呀 那个是吧 那种鱿鱼裤什么也挺好 我也说 我发现 为什么人要这么悲哀 就是在我没钱的时候 我就老喜欢那贵的 对 然后我现在也不是有钱 我有钱买鞋的时候 我不喜欢了 让我喜欢更贵的 你说怎么办呀 更贵 老觉得我们家缺间屋 那攒钱吧 那得攒到 不是你知道吗 攒到你能买那间屋的时候 你需要的只是一口棺材 大家有时候说一句话 说什么 什么真的 哎 我这吃糠盐菜 砸锅卖铁 我也得买这东西 后来大家说 哎呀 你就算吃糠盐菜 砸锅卖铁 你也买钱 你只能省着点吃 但实际上省不出多少钱来 对 你还真是 其实咸菜也挺贵的 我不吃又能省多少钱出来 不吃住院费也挺贵 好嘞好嘞 行 那我们来下一个吧 来老爷 下一个其实你知道吗 下一个 他的精神食粮 是你们两个前面的结合体 你看你说你是单车 老了刚才读的那个是做饭 这个人他说的是烘焙和骑车 是不是你们俩的结合体 但我为什么挑这条流量 我首先我觉得他第一句话 我特别特别同意 他说食粮听上去 好像是一个让自己变充实的东西 但对我来说精神食粮 确实让我有时间变得空洞的东西 然后呢 大部分的精神食粮 变成了我每天的固定安排 学习外语 阔湖最近在被俄语单词 健身画画 还有周末用自己养的酵母做面包 这是高级玩家 每年给朋友写明信票 画画更快乐的时候 是把它变成实体 去年做了抱枕 给朋友做结婚礼物 还做了些小钥匙扣刮画 做面包最有趣的是 酵母和面团的状态 会跟着季节和天气而变化 看着它慢慢的变得光滑 慢慢长大 你必须全神贯注又有耐心 时间长了短了 用力大了小了都不行 但它最后会变得很可爱 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跑出去在城里 去走路骑车 抽离自己 感受城市和自然 曾经一个人在美好的春天阳光里 骑公路自行车 沿乡间小路去宜家 来回两个 来回两个小时 然后享受一小块提拉米苏 也许每个人都有多重人格 我在摄取精神食粮的时候 无疑是把自己从想要逃避的现实世界中抽离出来一会儿 用别人的人格去生活一会儿 大脑才会得到呼吸 虽然它们之中没有一个被我变成了生产力 但它们倒让我变得挺温和的 我觉得那也不错 对不起 我想先插一句 这段话我准备给背下来 背下来 就是以后人家问我 你平时的时候都干什么呀 我就从自己养的教母做面包 每年给朋友写明信号这块开始背诵 不是那都是骗人的 一直背诵到 去乡间骑小汽车去宜家 我觉得这以后就是我新的凡尔赛 好嘞 因为我觉得这段话写的简直逼格太高了 但是你知道用酵母做面包这件事 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啊 自己养的酵母 对啊 不遥远吗 不遥远 你们家养了几只酵母 你叫我养 酵母是跟狗一样 刚刚打住 几岁了 老说不遥远 然后三个人陷入沉默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当时 我之前的那个德国彭氏 然后他是我一个好朋友 我印象很清楚 他当然在那个国内工作的时候 他每周都会用自己养的酵母做面包 然后我就印象很清楚是 因为我们俩个人特别好 然后他住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面 然后每个周末我去他们家 就那个阳光 他们家还有一小池塘 那个阳光撒进来 在那个水面上 每次一走进他们家屋 就你刚才说的 第一是有那个咖啡的香 第二就是他自己 用自己的酵母养大的那个面包 让他每次都会做 然后就给我抹黄油啊 什么让我们吃 哎呀 介绍一下吧 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已经回德国 这位朋友他还缺朋友吗 就是 也回去了 对 所以我其实他刚才说这个 我觉得 我能理解 就是他刚才说那个 看着酵母一点点长大呀 什么之类的 因为之前我问过 我那个德国朋友 我说你这个工作都那么忙了 因为做那面包特麻烦 就像他说的你温度什么的 他一会儿就拿那个室温计去试一下 什么之类的 就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但他就跟我说 他特别享受这个 自己做面包的这个过程 你说这个让我忽然想起两个人 一个人是那个 就是在网上教大家做饭 那个小高姐 是吧 那美食部署小高姐 他也在国外住 然后他经常给大家做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然后他也会做面包 然后面团什么 他就给大家讲这些酵母 我怎么怎么弄 然后他好像是 一个科学家类似于 他就把背后很多的道理 讲给你听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我背不下来 因为那个太深了 都是科学 但你看大家做就感觉 他好像是在掌控着 这个时间 感觉他在做实验 对 然后就是说 一切尽在掌握 然后他就看着这个东西 按照他的想象 去发酵 去变大 然后去考试 最后成品什么样 就感觉 哇就特别爽 然后呢 除此以外你刚刚说的 那个就是 他虽然工作很忙 但是他能够得到 这个在这里边得到快乐 我记得有一回 我到那个道长那录音 是录音还是谈个事 他也做面包了吗 没有 然后呢 我跟道长 我们俩就在那 就说我们还有李叔 我们一起就稍微聊几句 然后道长一边跟我们聊天 一边就拿起了一个 那个咖啡的 那个盐 开始磨咖啡 自己做咖啡 磨咖啡的那个机器 然后就一边聊天 一边咬 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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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边咬一边说 哎呀 你听这个声音多么治愈 这是他干的事 我只能说 你觉不觉得 其实就是 这是一个 有仪式感的事 就是包括你自己做面包 它是一个仪式感的事 而仪式感本身 会给很多人带来 就所谓的 它是一个精神食量 它会给很多人带来放松 而且我发现大部分人 至少我听说的 就是靠做饭去疗愈的人 很多人 他那个做饭 其实是烘焙 就更多情况下是烘焙 很少有人说 我爆炒一腰花 我搓一丸子 王刚师傅是吗 下手宽游的 就有人说 就是说 我的精神食量 平时就说 我靠什么来放松呢 我就爆炒腰花 做红烧鱼 这种一般 大火 很少 但你看很多人会说 我平时就喜欢 自己去做一些面包 烤一些小杯子蛋糕 什么之类的 感觉是 这种烟火器 稍微少一点 但仪式感更强的事 更会给大家觉得 是一个精神食量的东西 现在反正感觉 身边的朋友们 做烘焙的人 其实越来越多了 而且我知道 好多做烘焙的人 我愿意 他们其实做完以后 自己也不见得吃 都不吃 对 没错 然后我就经常收到 然后什么装的特别漂亮的 然后什么那个小花布 小贴纸 什么 其实上面还有字的那种 咱俩不还经常收到粉丝 进来 请继续记 我们没有说我们不吃的意思 你们吃是吧 吃口干净了 吃口干净了 不是 我是想说 这些人是有钱有闲的人 自己磨咖啡豆 然后什么做烘焙 还自己养酵母 什么汤种的 什么这个种 我就记得 我上次有一次买面包 那一个面包 收我30多块钱 还是多少钱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什么面包啊 卖这么多钱 有馅儿吗 什么馅儿 甜不甜 喝多少糖啊 就说我30块钱 人家说我这什么汤种 什么酵母 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你们这些 都太过于逼格太高 我觉得我们正常人 能把地扫干净 能拿吸尘器吸一遍 就挺治愈的 是 你不喝高碎 就就可以 你还是要高碎呢 那可不 高碎是什么呀 莫里花场 是碎的莫里花茶 就我爸最喜爱的品种 因为它便宜 它又有莫里花茶的香气 然后又同时非常便宜 是不是沃特重 因为它沫 对 这就是一种分子料理 你知道吗 就是它又有这味吧 又价格又比较实惠 其实你要说仪式感 我觉得真的 喝一杯莫里花茶 也很有仪式感 把买的上好的莫里花茶 给呀 走碎了 拿出一个杯子 哗啦哗啦往里 倒上放上茶叶 稍微一壶开水 咕嘟咕嘟泡进去 你就看吧 那热气 那个茶道 味道就味道出来 是吧 很多人就在家里 像我爸他就买了那个 茶道的那一系列 什么 还烫一遍杯子 喝茶之前 就是什么 其实这也是啊 好多人会用这个 来治愈自己 其实这个就是 我觉得茶道本身 这个在我心目中 一直就是一个精神食量 因为你说他拿大缸子喝不香嘛 但他就一定要去走这一套流程 大缸子喝挺香的 我特喜欢大缸子喝 我一直都使用大缸子喝 那小的我觉得喝半天还渴 还得老蓄水 特麻烦 特麻烦真的 行吧 我觉得反正回头 我估计咱们俩就进入到 那个爆炒腰花那个地步了 不是你他说完爆炒腰花 我心里一动 今天夜宵要不要吃这个 太好了 好嘞咱们继续啊 我下面这这么长的 太好了是你的 我的妈呀 你给自己编的 A4的纸打了一整片 我的天 行吧 那我来念念啊 这个朋友说 我很喜欢去看电影 结束了啊 没有了没有了啊 我说说这个 他说呢 大学期间就跟同学一起去看电影 工作之后呢 也不介意啊 自己一个人看电影 然后几乎不会错过 所有感兴趣的 月线电影 也会参加一些影展啊 什么的这些啊 然后他印象非常深的 有一次呢 参加一个就是活动啊 这活动呢 是看的是这个秀春刀2 然后他说呢 我我落足号发现 我前面这个男生啊 做太直 大半个脑袋冒出来 遮挡我的视线 我心想这太倒霉了 我就拍摆他的肩 我说哎 你好 那不好意思 你挡着我了 他怎么读留言 还有四代 那个 记录了角色 厉不厉害 厉不厉害 他还带表演 大家都看不见 但我们俩看见了 他的手确实有在拍前面的空气 这就是本事 我记得我记得你 记得说 没想到呢 那个男生特配合 马上就窝在座位上了 然后呢 全程都没挡着我 电视结束后 主持人上台说 今天啊 我们还请了一位神秘嘉宾 让我们请他出来 然后我就发现 我前面那个男生站了起来 全场雷动啊 他就是就是闹的导演路洋 哎呀 坐了两边 女生也完全没有认住他 开始尖叫 我坐在后面当场实话 我竟然嫌导演的头大 这是很难忘的一次观影了 我能说那导演肯定特高兴吗 说竟然看得如此认真 就是啊 都嫌我挡着他了 对 然后也会回家看一看 到底是我的哪里的 还是雷嘉宾的哪里的 毕竟这秀云道里边 二里边也有雷嘉宾啊 他们可以比试比试 然后后面他也讲了很多很多 他看电影的这些有趣的经历啊 我觉得我们就不一一来念了 因为写的非常好啊 然后但是也很长 然后最后就说 每一次看完一部好电影呢 走出电影院 我好像不亚于洗了一个热水澡 一般的痛快 我为我遇到这样的喜欢 感到十分的幸福 我觉得在我的身边 真的是有不少人 是非常非常喜欢看电影的 我用这个词来形容 是因为我知道一些朋友 他可能平时的休闲娱乐的方式 就是到比如说资料馆 然后去看电影 然后当然月线电影 肯定也看了很多了 然后因为资料馆 电视资料馆 北京电视资料馆 有很多的电影会有排期什么的 大家还会有那种群相互换票什么的 这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休闲和娱乐的一个内容 你去过我 我没去过呀 我就去过一回 我为什么要去那回 是因为之前我跟秒叔 录了一个节目 还是因为工作 就是录了一个案件 那案件后来被改编成一个电影 然后他改编成电影了 正好在资料馆上映 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还会录节目 我说去看一下 讲的是叫复仇在我 讲的是之前一个案件 然后里边是有这么一个 我之前也没有去过 我的确要承认 我并不是一个狂热的电影爱好者 或者怎么样 有很多的运渐电影 我可能也不会第一时间去影院去看 因为至少在我的小的时候 我觉得看电影可能是一个挺大的事 对是一个很奢势的事 对是一个很大的事 然后到现在可能 因为可能电影票没有之前那么贵了 然后呢 这个生活 但是我会觉得可能 有时候就想不起来 我觉得你还是没有那么喜欢 对 还是没有那么喜欢 而且你知道我甚至会说 除非这个电影是一个特别大制作 你必须要到影院去看什么3DMX版本 否则很多电影 我会宁愿等到他在线上 就网站上可以看了 我就在家里看 因为我就是像你说我老觉得去电影院看电影 是一件特大的事 是个事是吧 对是个事 我还得准备准备 你还得洗头 还得洗脸 其实也不用洗头 因为我刚才还跟姥姥说 就看上去这个投稿人 他去看电影很多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去的 我觉得像这种人是才是真正爱电影的人 就是他去看电影 其实他就是为了这个电影去的 而对于我来说 基本上9%9.9吧 看电影是一个社交 是比如你看你谈恋爱的时候 约会的时候 说干嘛呀 说去看个电影 包括现在 尤其是像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 你说你跟你在一起10年的男朋友或者老公 你说干什么事吧 什么事能不说话 就跟那又能打发时间 你多不想跟人家说话呀 不是就你能理解 就是说你两个人不需要太大交流 甚至说这件事干嘛以后 能给你提供一个新的话题点 我觉得就是看电影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俩现在约会 基本上就是说去看电影吧 就所以很多时候不是为了电影这件事 明白 就得找个事干 对 所以我觉得我就很功利看电影 看个电影 然后吃个饭 感觉我们至少大家在一起做了一件事 对 是吧 对就两个一起约了会 但是你知道我真的 就如果这个电影我特别想看 我肯定首选是在电影院看 因为我老觉得在我们家的电视上看那电影会毁了 这电影 因为我是从来不看第二遍的人 电影甭管好不好看 我只看这一遍 所以我就希望这一遍它的经历是最好的 然后我觉得电影院其实跟家里差挺多的 因为我是一个对影音的品质有追求的人 然后我们家 你说谁呢 我刚才说了不是非得看3DMX 这是普通的文艺片好不好 我也是 你们家有那么黑吗 我问你 天哪 那想黑还不容易 我把眼睛蒙着 对 你把眼睛蒙着 这注意好 眼前的黑不是黑 你说白什么白了 这是什么东西 环境黑和眼前一片黑 那有时候什么可不消 我问你 那你在家看电影 有没有那种 就是大家都痛哭流涕的 你发现旁边人都在哭的那种感动 那种共情 你有吗 你知道吗 我跟你真好相反 就是比如需要共情的 或者就去电影院看电影 我会无法完全放松 因为你是处于一个公共场所 你旁边有的人可能接一下电话 有的人 他就拿手机看一眼 时间都会是亮的 然后有的人两个人说句话什么的 就是他其实 我又是一个神经敏感的人 我就会经常会被这些事给弄得注意力不集中了 你主要是因为脚不能撬到前面那椅子上 我经常踩前面椅子被人骂 有时候你别踩人抖眼头 我说你妈妈您把脚能从我脸边挪来吗 就我有时候会把脚偷偷的往上撬一下 还偷偷的 就是你不踩到那人的脑袋顶着 灯在他那个 但有时候就有人回头跟我说 你能不能别等我意思 因为我是属于一个 就是我看电影 我希望能完全放松 所以就像你刚才说那种情况 如果可能这个点 我在家看 我会更容易感动 因为那个时候就你自己 你完全没有外界的干扰 然后你哭的时候也不用 就嚎啕大哭 因为我哭的真的是嚎啕大哭 就我不是只是默默的流眼泪 我会嗷嗷的哭 我现在也戴着头盔去看 这个非常 老爷 我给你推荐一电影院 这个北京在那个 汽车电影院 不是 什么汽车电影院 那不是看电影 不是 对不起啊 怎么着 没有没有 瞎说 那个那哪 北京那个东大桥啊 那边有一个那个 桥福风草地 那个商场呢 楼上有一个那个 卢米艾尔影院 那卢米艾尔影院啊 有几个厅呢 有俩座位 我称之为雅座 那雅座呢 他就只有两个座 是在整个影院的最侧边 然后这最侧边 你前面是一个 那个楼梯的 那个 那么一个建筑 你把脚放上去 前面没有人 你可以完全把脚的 蹬在那个 那个墙体上 而且你边上也没有人 就那俩座 特别好 那俩座能看见屏幕吧 绝对没问题 你只要在影院里 都能看屏幕 除非你完全顿下 顿下墙体挡住 不然的话 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嗷嗷哭也没事 嗷嗷有事 还是得带头盔去 只是解决了脚的问题 没有解决了嘴的问题 没想到 有这么多要求 在一边看电影 然后把脚放在上面 还得眼前蒙块布 不是我建议这样的人 咱们还是别去电影上了 真的 对所以我就 为什么不去电影上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 在家里更能放松 因为你看精神食粮 你的目的还是放松 你的精神 对吧 我觉得大家真的挺不一样的 我听说过那种 就是像姥姥这种 对于说画面的品质 声音的品质 有非常高要求 而且他们觉得去电影院 看电影也是仪式感 对 对于我来说 当然 但是我其实是属于 的确我会对画面 和声音的品质 是有追求 或者有要求的 我希望他能够尽可能的 更好地展现 他的本身 创作者的意图 然后当然我也听说 有的有的朋友 特别不喜欢看大屏幕 就很多人 很多人不爱看大屏幕 就是恨不得 家里有电视都不看 就看手机 我手机也太小 就喜欢用Pi的看 他呀 对有很多人 特别喜欢用Pi的看那样 或看剧 你说这区别在哪呢 距离更近 我不知道 这不是眼睛不好吗 就是距离更近 就你看你有时候 拍视频的时候 我喜欢用广角拍 他不喜欢 他说因为他觉得 用广角 觉得你跟这个人 距离远 他就说他喜欢 就是人 我喜欢把我的大脸 嘴在屏幕上 跟大家说话 对 他说因为这样子 他自己也喜欢看这种 他觉得你跟这个 观众之间的距离 会更加的接近 我告诉你 为什么拿Pi的看 我经常你知道吗 在我们家电视机前面 电视机信 因为我们家 也没有基点核 但打开以后 不都是这种网 就是什么 酷喵 什么网站吗 我可能打开以后 点开 假设说啊 我看青云年 都已经把青云年 那点开了 但是我又抱着Pi的 就坐在电视机前面 跟套娃似的 就在拿着iPad看 为什么呢 就是觉得 我现在想到一个 就是我原来同学 有一个理论 因为当时比如电影 它有两个听上映 一个是iMax听 一个是普通听 然后普通听 比那个iMax听便宜一半 然后他就说 咱买普通听 做第一排 跟iMax效果是一样的 我现在在想 你是不是就 只要这个屏幕 里脸足够近 它就是iMax 对 是不是 你把它贴脸上 它是不是iMax 哎哟 那得近 你再把两边给挡上 那就戴那VR眼镜了 那种 对 那眼镜不是要钱吗 Pi的不是都有吗 谁说Pi的也要钱 但真的 我就是有那种感觉 就是我拿着它看 我跟它距离就很接近 就你电视跟你之间 还隔一茶几 隔一过道了 是不是 你伸脚还碰不着 他说男主角的距离过远 对 就觉得 我理解不了 觉得王一博就在我怀里跳 我的天哪 你要说在怀里 那我能懂 你总能抱着一电视 抱在怀里吧 那我能懂了 所以你是搂着iPad 来看电影是吧 捧着iPad 王一博在我手心里跳 我的妈呀 太感动了 王一博答应了 我想知道 答不答应也由不得他 我告诉你 好了好了 行 这说文看电影 太我了 咱们再来一个 对不起 这个是我今天刚知道是什么意思的 我好意思念吗 你念吧 大约是写同人文吧 过去几年的生活是各种意义的全面崩塌 工作生活爱情全都一塌糊涂 真的不知道就这样生活的意义在哪里 这种感觉我也经常有 不记得是从哪天起 突然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 长久的盘缓在脑海里 过了很久 终于把它写成了文字 发了出来 慢慢的开始接着写一些东西 从最开始的无人问津 到慢慢有人点赞 到现在每天都会有人催更 好像生活中终于找到了一个支点 原来我也可以做一件事 得到别人的夸奖 原来还有人一直在对我期待 原来我也可以坚持做一件事情 就是那种生活中终于找到 有些支撑自己走下去的感觉 虽然很微小 但是我站在这个小小的点上 终于赶往前张望那一小步了 真好 嗯 哇 咱们先说说同仁文那个事 哎对对对 你先 你之前不知道什么叫同仁文 完全没听说 我知道 老爷知道是吧 那老爷老爷给他解释一下 同仁文就是 就比如说你看一个电视剧 或者说你有一个喜欢的漫画 然后呢 这个里面的这个角色 他的发展 没有按你心目中的想象去发展 就是假设说啊 你特别喜欢看一个电视剧 然后里面你特别喜欢的一个人死了 于是呢 你就会拿起笔 利用这个原来这个 这个人设 去给他写一段新的故事 这种叫同仁文 嗯 就是用那个原来人家的那个人设 就是就他就是他 但是他后面发生的故事我编 你还编 所以就是针对同一个角色 或者同一部小说 他可能同一个人 会有N多个不同的人 去给他写不同的同仁 就等于这个角色 他有不同的命运安排 所以是同仁 就同一个人 对 那这个我从小就演啊 是吗 对 演什么呢 不是你们小时候看完电视剧 不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角色里 但是我不写 我直接演 演成个戏 同仁剧了 这首歌啊 对 就其实 同仁作品 我特别能理解 因为我是双鱼座 然后呢 我小时候看任何一个剧 我都会把自己带入到其中的一个角色里 然后呢 那个剧结束了以后 我是一个痴迷性体制嘛 所以可能会痴迷大概 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 我脑子里会不停的盘旋 这个人接下来 或者是 其实就如果 可能他会发生些什么 其实就是你会给他自己 有安排的各种不同的命运 只是我们没有写出来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他的这种 就是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画面 然后长久盘旋在脑子里 然后最后把它变成文字 我们只是没有做最后那一步 是 而且现在这个同仁们范围非常广啊 就比如说像这种影视剧也好 漫画 然后甚至游戏 它里边只要有这些角色 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些角色去开展 全新的内容 甚至有的时候 这些同仁 他可能原来那个人设性格 可能都会有些变化 也有这样的 甚至于 大家知道那些所谓的这种 什么偶像团体 也有 他们也有 也会有人去写 不是这写在哪 就是真人 有那种专门同仁的那种网站 论坛 原来都会有 大家也都会去根据这个 来去写这些剧情什么的 这是一个挺受人欢迎的 比如像那种 像很多漫展上面 都会有专门有人把那个同仁们 就是印刷出来 然后还有 还会有人去买 我觉得这挺逗的 但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件事 就偶像 难道你小时候 不认你喜欢谁 你不会在心里就想 跟他发生点什么吗 就是你和汪一博呗 你回去也写一个呗 真的没准回头 有人就写你们俩同仁文 真的 这说不好 这说不好 大家还得再红点 但是我特别能理解 其实就写文字 我觉得这可以归成一大类 就是对于精神寄托来讲 不管你是写小说 我看前面还有人说写日记 其实写故事 包括我们的那个健身房的合伙人 史阿姨 我们又Q到了 这个 史阿姨 史阿姨 他的一个精神寄托是什么 他写了一个 在豆瓣上开了一个 叫健身房日记 因为他是我们健身房的合伙人 他等于就把每天 这个健身房的各种趣事 因为你开一个健身房 你会遇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 特别有意思 深夜食堂了 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 像写日记的形式 那他又有一点故事的感觉 然后发布在豆瓣上 然后呢 其实他一开始写这个 健身房日记的初衷 是当时疫情 然后我们那个健身房 差点开不下去了 因为当上疫情的时候 就特别严重嘛 然后我就想过 是不是要关 然后他就开始 在网上去写这个 然后后来我们把疫情 坚持下来了 但这件事他就没有停 然后也是从一开始 无人问津 到后来好多人 甚至在期待这个 太平安心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于他来说 就是帮助他度过 当时疫情最艰难 那一段时间的一个支持 你们两个会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我觉得现在日记 就是我的视频 因为我们拍的是Vlog 还真是 对 就是一个视频日记 对 没错 他其实就是我的日记 然后我最真实的喜怒爱乐 全在那里边 真的不一样 你看原来大家 听说身边的哪个朋友写日记 然后都会找一个带锁的本 对 而且那个锁 是所有锁都可以开的 然后把它锁起来 然后就只能自己看 如果被爸妈看到 肯定要打吵一下 所以现在呢 拍了一个Vlog的日记 还希望大家来看 何止是Vlog 你们都来看一看 你录明信片 不就是每次 就是每个礼拜 两个小时 去跟大家讲一讲 细细的讲 这一个礼拜 又发生了什么 然后你们的爸妈 也在旁边听吗 还真是 对 而且这个我觉得跟 我们之前所说的 所谓的那个 小时候理解的 精神量很不一样 因为小时候 可能是一种接收式的 比如你听歌 对 你听别人的作品 然后你看剧什么 但是现在在这个时代 大家有很多 是这种输出式的 对 你说那些拍抖音的 其实他们 这都是他们的 你虽然是输出 但是你自己精神上 也能得到满足 是的 对吧 现在是各种各样的 形式都会有 你说写歌 其实也是一种精神实量 就是我们俩写不出来 要不然就写了 咱们可以唱啊 但我不识谱 怎么唱啊 瞎唱 写歌不都是瞎唱 唱他的歌 他们歌也没什么点 我也是瞎唱 那不都是瞎唱 哎呀好 那说到这个瞎唱呢 我觉得下一个 真的是瞎唱了 跟这唱歌是有关系的 该谁读了 该我读了 该老爷读了 下一个是Life House 我的精神实量是Life House 前一段时间学习和工作压力特别大 整个人特别疲惫 刚好有一场白沙JALS的演出 整场演出我特别享受和亢奋 回家了还意犹未尽 Life House作为我的精神实量 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在Life House 可以放肆地叫 放肆地跳 放肆地释放自己 尤其是鼓声吉他声 各种乐器直击心脏 让我学业被动 首先没有其次 完了 得嘞行 其实人有其次 只是你念错了 没有其次 哪呢 其次是鼓声 太好了 还敢而是没有其次 很兴奋啊 对不起啊 我那个阅读障碍 你看我就说我不会端句吧 其次是鼓声其他声 是是是 我觉得已经直击你的心脏了 让让你这些被动 我觉得你说放肆地叫 放肆地跳的时候 我整个人已经亢奋了 已经开始放肆了 对 这个Life House 你们两个去的多吗 我能说我从来没去过吗 从来没去过 我怎么在这期节目里 暴露了如此多的死角啊 从来没去过 我的人设崩了 我感觉我从来没去过 你还有一个这种人设呢 怎么着 不是不是 我是说有这种 来奥斯人设 没有没有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那老爷去过吗 我在年轻和一个自行车老外 谈恋爱的时候去过 就是 到底是自行车还是老外呀 就是骑自行车的老外 我们就管叫自行车老外 就是那个时候去过 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 我去那种特别地下的那种 你知道就鼓楼那边有那种 就是 毛 对对对 类似于我也不记得 我去我那段时间老去 是 然后呢 就像他说的 我印象中就是 大家都特嗨嗷嗷嗷的 然后那个 鼓声什么 那个各种声 就特别特别的吵 然后也确实有他那种感觉 就是你进去以后 你知道我都不喝酒 我进去我就能嗨 是吗 对 因为很省钱 那老板已经觉得亏大了 就是酒都不喝 对但是自己觉得很省钱 然后我其实能够理解他这种 就是通过释放自己 叫什么 生理上的释放 去让自己 心情得到一个更好的书法 其实我觉得 我们俩 说说life house去的少 但是我们俩 年轻的时候 我们俩我称号叫夜店小公主 我觉得跟他这个异曲同工 而且我刚才想问你 如果你去一个夜店 他那乐队是现场演出 这算不算life house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还是去过的 他没小觑 不是我先想问一下 火总 作为站在舞台上面的那个人 那底下的人 听你唱吗 还是他们光自己 自己嗷嗷喊 嗷嗷跳啊 我觉得听吧 我觉得还是在听吧 他要有一天觉得 大家没在听 他彻底就不会再唱了 我觉得还是在听的 虽然那个站在舞台上 看大家看的没有那么清楚 但你能感受到 大家的身体的律动 适合你的节奏 是踩点的 是踩点的 是跟你整个的现场气氛有关系 互踩点的人可能是我 因为我听不出点了 所以我没有点 不是那你作为演出者 你喜欢去life house吗 这个问题问的还挺深的 我喜不喜欢去life house呢 我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工作 就是我在去演出 特别密集的那些年 因为可能每周都会有演出什么的 然后我不觉得 他对我来说是一个放松 这是我一个事儿 让大家去排练 然后要去准点到那儿 然后去演出什么的 而且我站在台上 我也不会感受到 所谓的大家在台下 看的那种释放啊 嗷嗷叫啊 那种那种很放松的心情 你看底下那么多人 随着你的音乐 给你叫好啊 什么嗷嗷叫啊 你不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吗 特激动 成就感一定会有 对 但是你说有多激动 好像也谈不上 那时候就觉得说 脚头应该的 我这么好 你们都应该喜欢 反正那个时候是这样 其实我们当时演life house 为什么 肯定是我是会觉得 它是我通往成功路上的一段路 没想到 它是我通往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没想到 最后也没有特别成功啊 但那个时候就会觉得 因为我不止于此 我还有未来更大的一片天空 当时心里是这么响的 所以去在演出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 哇 虽然我现在在这演之后 我会更上更大的舞台 其实会有那样的心情 但是你 就是我一直在想啊 对于一个爱唱歌的人来说 你能在舞台上唱 那不就跟你唱KTV换个地儿是什么 就是 所以你怎么会还 我能理解它是你的一个工作 但是我一直都想 你看电影里演 都是那些乐手 一上这舞台上 整个人就觉得 完全释放自我 就感觉就是 特别享受 就真的就感觉 就你看不见台下的人OK 但就感觉说 我自己在唱 我喜欢的歌的那种 那可能是那些乐手 可能就 可能是电影 头一回演出 我相信他第一次 比如说观众特别多 特别激动 他肯定内心是特别激动的 反正是有一个过程 然后演多了 就没有那么激动了 就没有那么激动了 对 所以说这个事 演完之后 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累 但是我能感受到 观众们 大家是那么开心的 不过你们俩说 夜店这事 我先给你解释 夜店跟Live House 区别 在我看来 因为Live House 它的主体是演出 然后它主要的功能是演出 大家来这的目的 也是来看演出 然后在一起 释放也好 喝点酒也好 嗷嗷叫也好 这都是演出的附属 但是夜店不一样 夜店的主体就是 舞池里的 低势高 对 蹦迪的这些人 音乐只是一个工具 你看有很多DJ 站特高 哎呦 这种 是吧 我就去过一回 就去过一回 你刚才说你没去过 现在又改成去过一回 就去过一回 那回就是 我专门为了去 你是卧底 没去过夜店 我说看看什么样 然后找我一朋友 带我去三里屯 有一个夜店 几楼特高 然后去感受了一下 然后交了钱 让我买 我之前在节目里说 拿了一杯什么饮料 进去了 然后就看着音乐 咚咚咚咚咚咚 然后我说不行 我受不了走了 人家说你作为一个歌手 你受不了 那玩意 那玩意 我没想到舞台下的 舞声是这么大 不过确实 台上台下不一样 Life House的下面 没有那么吵 其实说实话 而且就是 你台上台下的音箱 是不一样的功率的 台上那个是一个 监听音箱 其实我能听那声就行 然后音箱是冲着大家的 我听不见那个声 要不然你早聋了 要不然我早不去了 所以咱俩聋了 主要是当年去夜店 去太多了 我想问你们俩去夜店 会有他这种感受吗 就那种特别释放的那种 有有有 特别有 而且真的会就不累吗 就大家玩 累累累累累 会累吗 会累会累 你是没跟我们俩去过 我们俩是 他可能就玩了一会儿吧 我们俩能从 十点钟 开门 跳到人 夜里三点钟不停 我给你讲一下 是这样的 很多人去夜店 是为了喝酒 我们俩是为了锻炼 为了健身 真的是 不开玩笑 我们俩呢 首先因为酒太贵 然后我们呢 都是在楼底下的711 随便买一点点酒 然后也觉得不会喝多 因为觉得你这肯定不能喝多 我们俩是把他当健身房去的 就在楼底下 意思意思 然后上楼 开门就蹦 蹦着往里走 先喝点 一边蹦 一边拿手 老边 先把别的人都扒了开 我经常跟那个姥姥 说一句话 我说老伴 那时候还不叫老伴的 我会跟他们人 准备好了吗 我会开抡了 一般都是他在前的 我在后边 扶着他肩膀 因为他肩膀宽啊 然后他把旁边人都抡开 杀出一条血路 我们俩就站在整个 我们俩每次站在正中间 舞台的正中间 最前面 你就是全场的女王 而且基本上 我们俩去那天 一般都是什么 Ladies night 不要钱 有的时候还送一杯饮料 对 然后全程不靠近 买酒的吧台 根本没必要 有的时候还自己拿一瓶 孔雀水 真的 然后呢 你看 你上团课的时候 在健身房 是不是就是 比如跳舞课 就是连放很多首曲子 你跟着跳下来 我们呢 就一样的 也是连放很多首曲子 我们跟着台上 有的时候那个dancer 或者有时候那个人跳 或者我们俩自己 发明一些动作 然后带领着舞池的 其他健身房的同学一起练 就什么健身房子 我们确实当时 就是健完身以后 大家一起去 去蹦地 都不喝酒 就蹦地 纯蹦 我跟你说 我感觉后来那个地儿倒闭了 跟我们俩一样 就是 恨不得有的时候 咱们去七八个人 站了半个舞池 但是一分钱不花一宿 对对对 太牛了 那完事之后会 就是比如说 到家之后是什么感受 之类 然后就能睡一好觉了 就脑子嗡嗡的 然后嗓子 基本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嗓子为什么会说不出话呢 那里面你去过对吧 我觉得他 他没去过 他不去过 他刚去那就走了 对 但你能想象在里面 待五个小时 我想跟他说 说句话 你别 不要冲着话 就得嚷嚷着 说什么的 你喝不喝 去不去厕所 都在 你去厕所 等一下 唱 等完这首歌 好 哎 你知道我们俩算 能连录好几小时播客 也是那会打得底了 练出来了 对 太有意思了 但是我特别能理解的就是 虽然你的身体是累的 但是你的精神是放松的 其实就是一种抒发 因为你说 你搁哪儿 也不能有个地儿 让我们俩这么连着 嗷嗷好几个小时 还真是 不把我们赶走 只有这种地儿 我觉得充电有两种方式 或者说让你的身体得到 非常好的修饰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就是休息 等于你的动量为零 一种就是动量 给他弄 read到百分之百 就把自己累到 什么都想不了的时候 突破不力是吗 然后你的精神是 充分的放松的 你要这么一说 我好像有一个类似的事 跟着有点像 就是我之前 去那个球场看球 比如说道工铁 你看足球 那个也好像是类似的感觉 那看的不是球 那就是骂街 你身边也不 不都是骂街 不能骂整场 是吧 那你身边的那个声量 是特别特别大的 然后在比赛开始之前 就有各种喇叭 然后大家那种欢呼 有人唱歌 然后比赛开始之后 你就听嘛 就是你坐在那 的确是你耳朵里 永远是那种巨大的音量 对 全是那种声音 然后你看完一场比赛下来 其实感觉是很累的 对 这是很累的 而且你的那个肾肾像素 经常会分泌的非常剧烈 因为有危险 或者有机会 或者怎么样 你都能够刺激到 你整个人的那个状态 对 那我觉得是不是跟这个 赖花子或者是蹦迪 有点像 我觉得是像 可能是有点像 对 这也是解释 为什么这么多人 或者这么多国家人 都把这个其实看球 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对 在周末 大家全家人一去看个球 可能是因为这个 对 像我们俩 像我吧 我就是从来不在电视上看球 就基本不在电视上看球 但我很享受到现场去看球赛 是吧 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特别爽 哎呀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进到球上看球赛 by the way 国安今年 不太行 一场都没看 电视我都没看 别提了 咱们这中国足球 咱就不提了 不能提中国足球 好嘞 咱们下一个 下一个这挺短的 我来念 说这个 说精神实量 有点过 其实更像是一剂 解压良药 和最容易实施的自我疗愈 他真的能够快速 让我在第二天早上写的 满血复活 这就是 在一天工作 极其劳累的林盛贤 看上一部电影 或几集电视剧 我的硬盘里 长辈不屑的有 虎口脱险 和拉比小新 是出镜率最高的神剧 百看不厌 不是 虎口脱险 应该是那个 法国那个电影 是吧 讲二战 对讲二战 我觉得那是我 聚小的时候 我那聚老的 非常老的电影 然后拉比小新 拉比小新 也是聚老的 一动画片的 这位投稿人 他暴露了年龄 但我非常能 盖到他的点 就临睡前看剧吗 我是Friends 怎么说呢 Friends到现在为止 我看了都有 百八十遍了吧 哇 就是我特别能理解 就是 即使这个剧情 我都能背下来了 但在特别 劳累的时候 就你 你有没有 累到那种 你连电视剧 都看不进去了 就是 看不懂 不知道剧情的电视剧 你看他先累 你们有那种情况吗 嗯 就比如你刚才说 什么反黑风暴啊 就这个剧一听 就绝对不是在 我很疲惫的时候 去看那剧 哦 对 他有强剧情 是吧 对 对 就有强剧情 或者甚至说 那剧情稍微复杂一点 你得动一下脑子 不是 是因为这剧里 有坏人 所以你得看 那没坏人的 比如Friends 对 而且就是 反正我就是在 有一些特别疲惫的时候 我只能看像Friends 所以拉比小新 我是能理解的 就是 你要看那种 没有坏人 不需要动脑子 全程非常温馨 让你看完以后 觉得这个世界 依旧单纯美好 哦 哎 我有哎 我有两个剧 就是那个 我爱我家和编辑部的故事 哎 我也 全中 是啊 对 就这两个是 随时打开随时看 然后就特别 对 看了心情就好 对对对 特别开心 然后你就 就啊 这太太有意思了 然后我经常会看 我爱我家那个片子那一集 就是什么盘条 然后 然后 然后什么到浴室里 然后什么宇宙公司 什么环球公司 什么那 其实是一扫堂子 然后就啊 我经常看那一集 就特别 还有什么金刚沙盘卫生纸啊 什么的 就老看这些集 就他的确是会能够 给我带来特别大的这种放松 你有吗 老爸 哎 对不起 因为我刚才开场跟大家说了 我是一个什么东西都不看第二遍的人 嗯 我看我爱我家呢 是看过很多遍事 因为有的时候你打开电视 他就是重播某一遍 那我也就别的就更不爱看了的时候就看一下 但我不会主动的去重播一个剧集 他书也不看第二遍 嗯 对 然后看完跟没看过一模一样 所以特别省钱你知道吗 就是我一共可能就这二十本书够我看一辈子 但你又不但你又不重新看 我觉得我才是真的省钱呢 就一本《倚天屠龙记》我能看二十多遍 每次看都是一本全新的小说 四十书 说张无忌 张无忌跟谁在一块来着 这挤不住啊 多省钱啊这孩子 然后我最近是在看那个扫黑风暴 就最近特别火 因为我原来呢 是在大家都看人民的名义的时候 我没有看 我现在还没看呢 是很好看的 特好看我跟你说 然后在大家都看过那劲之后 我自己看完了之后 发现无人交流 你知道那种是多痛苦的一件事 我这两天在看庆余年 然后那天吃饭的时候 我说他们说你最近看什么 我说我看庆余年 他们说那不是三年前的剧吗 对所以我在大家现在都说 那个扫黑风暴是扫黑版的人民的名义 于是我就趁着大家都在看的时候 我赶紧看一看 我是特别爱看那种反腐啊 扫黑啊 侦探啊 抓坏人啊 那种 所以我看这个我就特爽 嗯 喜欢看破案子 对 有强剧情 然后有好人坏人 中安六祖 对 中安六祖特喜欢 特喜欢 柯南也特喜欢 柯南也特喜欢 也不知道有一个 我们小时候看的什么 什么动物王国失窃记 也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你说的是黑猫 黑猫经长吗 不是 动物王国失窃记 是一个 是一个 纯动物拍的一个 谁看过这个 common down below 我就简直惊叹了 里边猴探长是一针猴 可怕了 猴探长啊 你这么一说 我不记得这个名字 但你说都是动物眼 是不是还有一只狗 有啊 他一说猴探长 我脑子立刻浮现出那只猴来 不是不是 我真的看过 特别有印象 我怎么没有印象 我看过 哎你看咱们一说 我特别开心的是 你听大家会说 比如说不管是去life house也好 包括看这种 什么蜡皮小心也好 这个就是我说的 之前我不觉得这种 叫精神食粮 我的这种叫 说最不好 我之前觉得 我会觉得我在浪费时间 就是比如说我看一本 我刚才说什么Friends 就不是那种真正有意义 或者说不带功利目的的看的东西 但这么聊下来 我发现其实这些都是 对对吧 对对 给到我们精神上一些慰藉吧 或者是 真的 你真猴眼的猴探长 这都是 别有意思 我会补补课 不然 不知道有没有资源 但真的非常有意思 行 那我们就再来念最后一条吧 最后一个 那这也我来吧 好吧 打包打篮 我来念了 因为为什么要念这个呢 这个其实我们的主题了 这位朋友说的就是听播客 他说呢 他是我是听完飞福来的 飞福来 飞福来 我看半天 我说这飞福来 是一个介绍什么来福腔的节目 还是什么是飞福来啊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俩的公司 就叫北京飞福来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这么厉害 怎么叫飞福来 大家给你开票 还是怎么 你现在这么清楚 对大家 吃饭就不用了票 我把睡号上发 怎么这样 讨厌 太直接了 好嘞 我是听完飞福来的一期节目 由这个猜你喜欢自动推荐播放 第一次听到的日谈 呦 原来是从你们这儿来进的我这个课 谢谢啊 谢谢 不客气 这期节目录音质量明显对比 等会 应该是那期在我这儿录那期节目吧 就是设备 设备不一样啊 对啊 让我立刻驻足啊 之前我记着你们那听众来说呢 我们不在乎音质 什么你们录成什么样 我都喜欢听 后来录完那期以后 大家说 哎呀感觉适应就很到设备了 我们一开始换了这个高级的这个设备 然后就说 其实你们用什么设备我们都喜欢 后来就开始说 哎呦这新设备就是不一样 对我记得当时你们还是在说呢 说感谢李叔伙送我们新的录音笔啊 我说不是录音笔 录音机 录音机 好嘞啊 让我这个立刻驻足对播客开始上瘾 感谢老老爷对宇宙第一播客的抛砖引誉 我仍然爱你们 别解释了 真的 所以呢精神是这样 No.1就是播客了 有你们真的是太美好了 你们每天填满我的场景不同啊 二老 就是我们俩 二老来陪我健身跑步 李叔伙总呢 负责陪我洗澡 啊 如策像话吗 像话 你看你们俩录音质量那么好 但只能陪人家洗澡 都是一个地儿还啊 来入眠啊 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那睡啊 那个还有呢 其他填满我做饭 等待啊 练习 其他音阶等场景啊 就不一Q了 你们常常在我耳边叙叨叨 空气里的这苟且密度会稀薄一点 浪漫生活的可能性会厚重一点 哇 写的真好啊 在某些共鸣点就会被幸福环绕包裹 所以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伴我一生 手语版的还是 哎呀 还真是啊 我觉得其实做播客这件事 的确是我们听到了很多听众 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这种反馈 就说啊 我的生活现在这个听播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甚至说我现在已经听歌都很少了 然后就主要是听播客 不听歌了 像他姥姥跟我说 现在已经不听歌了 对 完全听播客了 你们现在你现在还听日谈吗 当然了 还在听啊 跑步的时候听 如厕呀 如厕 洗澡啊 说心里话挺逗的 我原来啊 我洗澡的时候 我没有什么什么听东西的习惯 后来呢 我就听大家说 有人洗澡的时候会听播客 然后我就试了一下 听得见吗 非常好 真的 非常好 你是怎么听 你是把那个手机放在浴室里头 放在浴室里边 放外边听不见 我一开始试过放外边 我感觉那个水声会盖过 对对对 因为你会什么 比如你家那个什么干湿分离 它就隔开了 后来我也想不行 听不太清楚啊 我就把它拿进去 我这放在 因为那浴室里边有那件嘛 放木鱼路什么的 我就立在那 然后就打开一期节目 一边洗一边洗 哎呦 真好 这个 动不动又浪费了北京好多水 对 时间还变长了 真的是 对 你知道我叫你一招 你说 我原来啊游泳的时候 戴了一副耳机 哇 然后呢 我发现我游泳的时候不能听歌 嗯 因为我游泳的时候听歌 因为我游泳特差 我一听歌的时候就容易喝水 因为它就影响了我划手的节奏 它会影响你的balance 影响你的平衡 反正就是 然后我发现我洗澡的时候 可以戴着耳机 嗯 因为我们家那个 就是放东西那一层啊 都上面都是沐浴露什么的 没有地儿放手机 而且我老不觉得把手机弄湿了 它可能 它有时候它那个耳机那个孔什么 它进水了就不行 是 于是呢 我现在就把洗澡的那副耳机 放在了那个浴室里头 哦 然后我有时候想 游泳的耳机 不是洗澡的 然后有的时候 我想洗一个非常舒适 惬意的澡的时候 我就会把那耳机戴上洗 嗯 然后很多时候 是啊 你和李叔也陪伴过我 洗了很多很多热水澡 这话 谢呀 我再给你们俩指一招 还有招 我前两天在网上下单 还没收到 我在淘宝下单的一个 淋浴房专用喇叭 就是专用音箱 就是你通过蓝牙 因为你知道吗 你戴着耳机 你洗头 我觉得 就你你这洗头呢 那不会揉到耳机吗 耳朵根后边洗不着了 对啊 而且你就多不舒服 那个耳机特便 你这一百块钱 不是耳机是音箱 这俩人到底说的主不准 你直接脸上蓝牙 那个小音箱 就贴在你浴室的墙上 防水的 防水的呀 人家淋浴房专用 还能吸在墙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看看下回直播呀 我才又开始了 真够烦人的 这人 我买了就是想自己先试一下 就觉得好了 我再推荐给大家 但现在你们俩今天聊起来了 我觉得你们俩的方法 不管是把手机放在里面也好 戴个耳机也好 都不如我这个好 还真是 不仅你听 邻居也可以一起听 不你又不放脱带声 但是那个音质 据说是非常好的 这个不错 还能保证家里安全 老生说这屋里老有俩男的 对 跟那聊天 还哈哈笑 有时候四个 我那时候 声音不一样了 这个 一会朝阳群众带着红袖 咕着上来敲门了 哎呦 真行 我觉得每次咱们录音 就是咱们不管录什么主题 最后还能都能带点货 是吧 之前那刮皮刀 好多人都问 那刮皮刀到底是什么 我们也想买 我跟你说到 现在的刮皮刀 链接还没发给我 好了 然后现在就开始说 什么音箱 反正这些节目里 我觉得好多物品 我刚才有印象 对 大家估计一会儿 我只在目冰一会儿 对 然后最后移动城堡 所以说回来 就是我们最初 在录播客的时候 至少我们 其实也没有想到过 能够给大家带来 这么多的收获 其实那个时候 没有想过说 到时日今日 到2021年 有那么多人 不仅大家来听播客 还有很多人 投入到这个行业 来录播客 是吧 身边感觉 新的播客层出不穷 我今天还在朋友圈里 看到了我之前一个朋友 然后他们也录了一个播客 然后今天发布了第一期 然后我自己还过去 点个赞 留个言 我还订阅了 我应该是第四号订阅人 但是他说挺开心的 好像今天还是他生日 然后我就祝你生日快乐 你听到已经过了 没关系 但是我会觉得真的 就是这个事 就感觉就是时代变迁 回到我们刚刚在讲 开头的时候 就说像我们小的时候 所谓的这些精神食量 可能都是那些听歌 或者是类似于学习一样的东西 给大家带来这种输入 然后现在大家其实看 有很多的都是那种输出型的了 写东西 包括陆伯克 我想就是比如你们两个 陆伯克可能也对你们来说 也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 陆伯克简直就是我的精神食量 是吧 对每周我最喜欢 我们俩都说了 我们最喜欢的工作就是陆伯克 然后每周那两个小时 对于我们两个来说 本身也是一个治愈的过程 是 而且我觉得就是怎么说 就其实我看你们两个的状态 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很幸福 就是因为你们的生活和工作 有时候其实是很难剥离的 对比如说你的跑步 然后你的有什么骑车 或者你们的健身 一方面是你们工作的内容 另外一方面我感觉你们真的是喜欢 我感觉就像你们俩 经常现在都出什么样了 肤色已经 不不不 我不是那意思 我不是那意思 就是感觉很辛苦 但是人的非常元气 赶紧往回找 我主要是怕老爷一会拿话筒 我刚刚看你微博上说 把那个腿都晒出水泡什么的 我感觉多疼 疼不疼 当然了 洗澡特疼 要不是在你们 你和李叔的陪伴下 都洗不下去的 好嘞 真的也如同我们这次跟 喜马拉雅这个合作 喜马拉雅每天的精神食粮 其实在这个平台上 大家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然后陪伴着大家度过每一天 我觉得说心里话 其实身边的人 大家有时候会反应说 你说你的日常生活快乐不快乐 你每天是不是过着 你想要的生活 我相信很多人 可能都不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但是我觉得至少 这24小时里面 有那么一段时间 能够给你带来快乐 就是对于现代人 最大的慰藉 这我特别同意 没错 我们可能是需要去寻找 如果你幸运的话 可能你已经找到了 如果你现在还在寻找过程当中 我也祝福大家能够找到 那些能够给你带来那种快乐的 那些瞬间 加一 是 好吧 加二 好嘞 那行 那今天咱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吧 回头也希望大家都在评论区 多多留言 然后也分享你们平时的精神食粮 然后关于那些产品链接 大家不要催那么急 回头要不然我们专门录剧节目 跟大家说说这些东西 带货这个事我马上很喜欢的 对 而且咱们喜欢的东西都特好 都特好 对 那我现在 抱手腰花你想不想吃 别提了 咱现在就赶紧赶紧录完得了 好嘞 那行 那我们就跟各位说拜拜 拜拜 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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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去唱着 做个假的你 甜甜到相对 对木头公仔做起 有了你开心点 什么都清心满意 咸与白菜也很好味 我与你永共主 分分钟需要你 你才是阳光空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